結合技術 體能 韻律 力量的高難度地板動作 熱血氣場感染全場觀眾 這是風行全世界的街頭舞蹈 霹靂舞 台北市青年局舉辦青春接力一起犯活動 邀請16個國家駐台使館及辦事處代表共同參與 深入了解街頭文化的魅力 那這個霹靂舞其實在年輕人當中是非常流行的 那也正式的來進入很多的殿堂當中 那它不再只是街頭 會是大家所共同享受的流行 OK 現在 跟你的胸部 你會跳舞 跟你的腳踏上去 山丘街舞學院帶來精彩的現場演出 也透過基礎動作教學展開跨國交流 因為你要練這些舞蹈的東西 它其實學那些基本動作是入門 但你要我們追求的是 創造出自己獨特的專屬動作 所以在這些過程中 你就會學習到很多獨立思考能力 以及你要練會一個招式 動輒都要一兩年以上 才能練成一個轉的招式 那我們剛剛在教學的時候 其實也很多民眾是很願意來 一起來參與 而且很多大使也一起參與 我覺得那樣的氛圍感 其實就是我們想要傳達Briking的熱情 街頭塗鴉藝術家Acer 也到場進行塗鴉藝術短獎 並於青年局一樓大廳現場創作 令人驚豔的視覺效果 呈現主題無懼與Now Let's Hell 鼓勵青年勇敢面對世界的挑戰 認識自我 好 我們今天會邀請局長幫我做一個畫龍點睛的效果 也是噴漆塗鴉的一個特色 對 然後把那個黃黃的地方放在這邊 我覺得很棒啊 就是根據我們的Acer這藝術家的說法 那個部分就是所謂的highlight 是高光 不是說那一筆是整個畫作的中心 而是說它是成為畫作的一部分 我覺得青年局的角色也就像是這個隱語一樣 我們希望能夠成為大家生命當中的高光 能夠陪伴同行一段時間 就是青年局最大的使命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作品 能夠留在青年當中 也是我們感到很光榮的 教導一件事情 台北市青年局以協助青年多元參與 職涯發展 國際接軌為目標 持續促進與國際交流和合作的機會 激發年輕人的無限創造力和可能性 引導他們走向更廣闊的國際舞台 記者王怡靜 台北報導